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鸡康菱形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鸡康菱形 从容索情 弹了一曲《广林伞》 非常洒脱 誓死如归 先跟标书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鸡中伞 菱形东势 鸡康中伞大夫 因为得罪了司马昭 结果被司马昭下令 推到东施口斩了 可是鸡康临行的时候 神气不变 神色和气度一点都没有变化 跟没事一样 不像别人快要被砍头了 哭哭啼啼的索情弹之 对人说 来我特别喜欢音乐 给我一张琴 我要最后弹一支曲子 于是弹了他最拿手的 广林伞 曲中 曰 远孝尼常请学此伞 远准远孝尼 我的好朋友 曾经想跟我学这首曲子 无禁锢被遇 我当时啊 哎呀 太小气了 太固执了 居然没有交给他 非常后悔呀 广林伞 于今决以 广林伞 这首曲子呀 只有我会 我当时啊 后悔没有交给原准 我今天死了 天下人 再也没有人会谈广林伞了 之后呢 从容就行 太学生 三千人上书 太学生啊 就是古代的大学 这国家官办的大学 大学生 相当于现在 北大清华的 这种名校 985211 名校的大学生 一共有三千人啊 都是非常仰慕姬康 姬康啊 当时的民事呀 还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这帮粉丝三千人啊 就一起向朝廷上书 情以为师 不许 他们啊 请求朝廷啊 让姬康啊 戴罪立功 到我们啊 清华北大 来给我们当教授吧 这么有文化的人 一下子被杀了 多可惜呀 司马昭啊 没有答应 让人啊 不要犹豫了 看头 可是没过多久 文王 一寻 毁淹 寻啊 就是没过多久 淹 就是这一件事情 司马文王 司马昭呀 就后悔了 哎呀 这么一个民事啊 杀了 确实是非常可惜的 其实呀 他是一个文弱书生啊 无非是偶尔发发牢骚而已 但是对朝廷啊 并无很大的危害 然后更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鸡康 鸡中散啊 因为得罪了司马昭 被司马昭啊 命令 拉到东市口 砍头 临行之前 鸡康的神色和气度呀 一点都没有变化 神色自若 二行啊 还专门请人 哎 拿来一个 古琴 在那儿 从容的 弹了一支曲子 弹了 他最擅长的 广陵伞 一曲弹吧 鸡康说呀 当年 原准原孝尼 想跟我学这支曲子 我当时啊 比较小气 比较固执 没有交给他 结果呀 我死了以后 再也没有人会 广陵伞了 广陵伞啊 从此 决疑 当时鸡康呀 有很多粉丝呀 这个首都的 这个太学士 就是大学学生啊 有三千多人 集体向朝廷上书 请求呀 让鸡康 戴罪立功 到我们大学来 做教授 教我们 以传文脉 可是啊 朝廷没有答应 把鸡康给斩了 可是没过多久 司马文王 司马昭 自己呀 也后悔了 哎呀 后悔杀鸡康啊 最后再跟标书 完整的朗诵原文 鸡中伞 菱形东士 神器不变 索情谈之 奏广陵伞 曲终曰 袁孝尼 常请学此伞 无禁锢不语 广陵伞 于今绝影 太学生 三千人上书 请以为师 不许 文王 亦寻毁烟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